孙安佐案情变化连王牌律师都无能为力,16岁密友遭齐迪孔出庭作证,能不能救关键就是他。 狄英和孙鹏的儿子,在美国念书的孙安佐,日前在学校扬言要早涉校园,引发同学恐慌,通报学校后遭警方搜索逮捕,美国警察在他的寄宿家庭找到1680子弹和一把九厘米手枪,被称拥有军火及武力,让台湾和美国民众都相当震惊。 目前狄英已经和老公到美国救儿子,更重金骗请王牌律师凯乐和五星级律师麦可,希望可以顺利让孩子出于回台湾,然而原本要在台湾时间7日,召开记者会说明案情的双律师,却突然暂停记者会,据悉他们紧急赶回法院开会,不知道是不是, 和孙安佐的案情有关,美国警方也冷冷表示,案情可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,如今台湾重量级律师也出马,找出拯救他的秘密武器了。 影片来源,三立新闻网 据自由时报报道,孙安佐案件爆发后,引发美国和台湾民众的关注,虽然他的律师还没表态,然而美国警方却不断放话,认为他认罪协商,被关在美国监狱的几率非常高,不过连日来针对案件发话,在美国职业等的重量级律师,出身的邱章。 出面表示他已经掌握关键证据,是可以帮助孙安佐胜诉的秘密武器。 图片来源,东森新闻 邱章说,孙安佐的16岁好友,正好是他的助力,他目前正和对方查看他的电脑资料,希望可以找出拥有正面思想的确切证据,并表示只要有这项秘密武器,揭示军事迷的脑子里面,是怎么思考,就可以证实他只是开玩笑,并没有恐怖攻击的意味。 图片来源,如果翻译得到,一定能够救出他。 图片来源,三立新闻网 事实上,孙安佐校园同学,曾表示对于他被抓疑是相当震惊,而玩枪好友六丁也深信他只是开了严重的玩笑,不觉得好友是会恐攻的人。 图片来源,目前邱章还在搜集证据当中。 图片来源,周氏。 邱章发文已出,有很多网友大赞,就是由乃这样见义勇为的律师。加油啊!律师就是要为正义而战,真的很感谢乃。 不过也有网友贵,不过也有网友贵,乃还不知道事情始末,随便出手好吗?乃就不怕惹破上身。 不过他却坚定表示,如果有同理心的话,就可以知道迪鹰这个母亲,内心有多注疾,所以他才愿意伸出援手。 图片来源,苹果日报。 虽然不知道案件状况发展如何,但台湾又有一个大咖律师要出马了,大家怎么看呢? 参考来源